我现在再一次很简单的 这个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去三十节 很简单的讲到神的属性 祂的恩典让人感受神的平稳安静 神有很多事情要做 无限量的事情要做 无限量的人去拯救 无限量的基督徒要改变 祂用人的话非常的忙碌 但神是全能的 祂有能力 在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 祂能够在祂的全能中 能够很轻松能够做到 所以祂是神 祂是全能的神 我们不是神 神有这个能力 而且在祂的同在充满平安 你留意我说的时候 不但去说神去平安安息 有能力 我去形容出来 神虽然做这么多的事情 祂去平稳安静 祂肯定知道祂能够做所有事情 祂做的时候也是很轻松的 如果我用人的话来形容神 怎样做 祂一边帮助人的手 一边 哈哈哈哈 祂一边很轻松喜乐 因为祂是喜乐的神 所以天堂是喜乐 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所以耶稣能够说 你来到我这里 因为我的本性就是平稳安静 我的本性就是安息 我的本性就是喜乐 你来到我的同在 就能够经历我的同在 我的同在就会来到你身上 我的同在就会改变你 帮助你放下所有的重担 这是第一种的安息 第二种的安息 就是当我们愿意看到神这么怜悯人 就说神啊你这样怜悯人 关心人拯救人真美好啊 我愿意与你同共 神啊我愿意负你的恶 是耶稣的恶 不是我们的恶 耶稣负责 耶稣会负责 耶稣会给我力量 所以我就负耶稣的恶 跟祂一起侍奉 但方法很重要 是学祂的让戏 祂的让戏是怎么样 祂是完全依靠天父 天父说什么 祂就说什么 天父吩咐祂做什么 祂就做什么 祂就完全信服天父 也完全相信神的大能 所以当祂必定徐家 之前祂就说 我岂不能太前天使来到 拯救我吗 但祂没有这样做 祂知道神有这个能力 所以祂非常的放心 我们能不能够说 神处理一切 负责一切 所以我就放心 但我们能够 与耶稣一起服事 不但去传道人 任何人 荣耀神 帮助人 传福音 都是侍奉神 都是负耶稣的恶 也学让说的愿 耶稣的愿是从神得利 从神有平安 这样的话 我们的里面就充满 深度的安息 好像在天堂一样 一步一步进入天堂这种安息 好不好 因为耶稣就是 祂是游和谦卑 来到祂面前 我们就变为游和 祂的游和就改变我们 祂的谦卑就谦卑地服侍我们 这样的话 我们的恶就容易了 因为祂负责祂所有的恶 祂在神的工厂里面 祂用的所有的工具 都很轻的 不像地上的工厂 地上的工厂 你要用很多力量 用人的方法 释奉要用很多力量 但用神的方法 我们一边祭祇神 神真美好 哈利路亚 轻轻松松的话 我们每一个都不需要 单着单子的 因为耶稣负责单子 我们来到神面前 这样重担交给主 马上就轻松了 马上就容易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恶就容易了 但也就轻松了 你想不想 这样享受生命 享受侍奉 享受家庭 享受生命 很多基督徒 没有笑的 没有享受生命的 因为他们看着困难 但我们看着耶稣的时候 他必定与我们同在 我讲每一句话 我们做什么 我都必定加上应许 我们来到神堂那里 他必定是给我们平安 平稳安静 必定陪伴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现在我去短短的释放 释放 让你们就是看到 这是我们充满神的作为 所以讲人做什么 马上首先讲神的恩典 然后人如果做什么 神都惜恩 谢谢 神祝福你 神会加你力量 帮助你 提升你 你就说 你现在说神啊 我需要你帮助我 你必定帮助我的 你必定帮助我 我必定能够做的 你的恶需永远的 帮助我现在站起来 轻轻松松去讲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